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2日 已經是星期一 中共和俄羅斯 大家也知道 是朋友打病 實際上他們 已經是 整個命運共同體 原因就是他們 根本就是一個邪惡的軸心 法西斯的延續 中共 俄羅斯 北韓 還有伊朗 根本跟當年的軸心國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他們對人類的危害 甚至乎比當年的納粹 這些納粹政權 當然就是 大家互相圍勞取暖 對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做出一些喪著天良的事 例如屠殺平民 綁架大量的兒童 不斷的轟炸 烏克蘭 令整個烏克蘭 變成徹喚敗雅 中國 從來都沒有譴責過 也沒有說過任何俄羅斯句壞話 只是說俄羅斯就是安全口裡 每一件事都是 幫俄羅斯 開脫 習近平 打算出來幫俄羅斯 兜 也說要派出特使 又說要 滑船這個俄烏戰爭 跟著又說要爭取和平 說了一段 全部都是 兇話 每一句 都是 最美麗的言辭 做一些最惡毒的事情 中共 真的可以說 好話說盡 壞事做盡 習近平派出 前駐俄大使 前駐俄大使李輝 去出訪 烏克蘭的首都基庫 當時烏克蘭 只是他的外長富列巴 跟他開會 他也只能跟他拍照 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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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接見他 也沒有說任何事情 只是說他跟 外長見面 好了 在烏克蘭已經受了 一個很 沉重的一巴掌 刮了一個很大巴掌 根本人家也不給你面子 心照啦 你是甚麼人 你 只是一個 獨裁者的幫兇 你是侵略者的其中一個幫監 不趕你走已經算很好的了 應該是下俗客令 那算吧 你說你挖船 聽聽你說甚麼 結果呢 人家根本就不需要給你面子 即時挖了一條紅線 任何侵犯我們烏克蘭領土完整 所有的建議我們都不會接受的 你節省一點 好了 紅線挖了 根本這個特使去到烏克蘭 只有 過街老鼠 根本就沒有人想見你 根本就沒有人想理你 好了 第一站是烏克蘭 第二站 就去波蘭 波蘭 大家也知道 這次 可以說跟立陶宛 一個出錢出力 站在抗俄最前線 原來波蘭 在14世紀 跟立陶宛組成一個 波蘭立陶宛聯合的大公國 當時的領土是歐洲最大的 我們去過立陶宛 當時我們看到 拍了一張照片 我在Facebook 有張照片就是他14世紀的時候 是他們波蘭立陶宛公國 聯合的公國 是最強盛的時候 當時的版圖 是全歐洲最大的 當時的莫斯科 瘦皮啦 他們跟烏克蘭的關係也很好 一直都是當他們是自己兄弟 所以 你看到烏克蘭受侵略 波蘭立陶宛 好像是自己兄弟被人移動 他們 出錢出力 幾乎將自己的家底傾狼相仇 好了 你覺得 獨裁者的邦閑 侵略者的邦閑 走來 做這個 扎家衣 說要推動什麼和平 特使的李輝 波蘭會受到甚麼對待呢 當然不會受到很客氣的對待啦 波蘭的副外長 郭瑞屋 19號 在華沙 接見李輝 大家沒有聽錯 波蘭只是派過副外長 連外長也免得來 基本上 也不當你一回事 找個副外長來應酬你 這些閒人 好了 這次波蘭也很不給別 直接 你要做和事佬嘛 你要出來說和平嘛 首先 你要譴責 當面要求他 要北京 要求北京政府 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也批評穆斯科的 核俄詐 波蘭外交部 表示 副外長 郭瑞屋 向李輝表達 希望中共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 並對俄羅斯施加壓力 要求其重新遵守國際法的原則 郭瑞屋 這個屋就是譴責俄羅斯的核威脅 核俄詐 侵略國使用這些核武器勒索世界 波蘭指望中共 對俄羅斯採取具體行動 波蘭關注北京 宣佈 加強和 侵略國俄羅斯維持雙邊關係的堅定意願 一句說話就基本上就要你收皮了 你來挖船是不是 你先譴責俄羅斯 當然不夠膽啦 因為他其實是俄羅斯人 是俄羅斯人 根本 波蘭完全是 不給面 大家想想 烏克蘭也很給面 派一個外長來跟他見面 但總總免他會說 你節省一點啦 波蘭 更穿一點 副外長 級數已經降到 當你格勒底無可有可無 有條眼人說要求見 你叫他報一報自報身家聲明 是甚麼人 李輝 李輝 你叫他坐一會吧 也不知道有沒有叫他等幾個小時 好像 之前普京那樣 個個都要等他的嘛 慣性遲到的嘛 你叫他在外面 讓他在外面坐一會吧 我們的副外長很忙 沒空見那些閒人的 你坐得 你坐得 你坐得就等吧 我覺得 下次 可能 他去到 其他國家也會受到這樣的對待 從這件事 可以看得出 現在 中共 跟俄羅斯走在一起 根本就沒有人給你 以往大家都客客氣氣的 現在 實際上也不知道 不需要客氣 對著你那些人渣 對著你那些垃圾 必須避免你 你有本事嗎 你現在又沒有錢 以前中共就好像裝得很有錢 中國遊客到處買東西 中國的外交很強 中國的經濟很強 制裁這個人又說不敢跟他做生意 又說不敢做生意 又說不敢做生意 現在人家也不怕你 人家也看穿了你的東西 美國人一不給你飯吃 你們就餓死人了 波蘭知道 現在我們的大哥是美國 我們不怕你 你想來挖船 你就叫俄羅斯投降 你們就叫俄羅斯投降 你們就譴責吧 你們也不譴責 我根本也不會當你是一個特使 只是當你是一個碎客 是一個 侵略者的碎客 你們就叫俄羅斯投降 我應該要你命啦 是不是 我們看到波蘭站得那麼硬 當然 是有底氣啦 原因就是 看得到你俄羅斯 你也快要玩完了啦 俄羅斯 中共 從來沒有譴責過俄羅斯侵略 也沒有譴責他攻擊平民的行擊 當然也沒有要求俄羅斯撤軍 你怎麼滑船 你根本就是一個幫忙 李輝一直以來 跟蘇聯的關係 跟俄羅斯關係很好 他是做過駐俄大使 也得到 這個 普京頒發的勳章 是很少人 尤其是中國人 更加少人可以得到這個勳章 習近平不知道是否想得到 如果要的話 我想叫普京頒給他 他也願意的 甚至乎 你不就叫福隆之軍事學院 頒一個博士學位給習近平 他就有三博士啦 一個在清華買回來的 一個 沙特阿拉伯給的 你不就叫莫斯科 頒多一個給他 三博士啦 好了 這次我們看到 這個特使 好像過街老鼠一樣 沒有人給他面子 接下來 他還要訪問多幾個國家 分別 就是要去俄羅斯 法國和德國 相信俄羅斯 也不會給他那麼大面色去看的 不過知道你沒有了道 你也是走過場而已 隨便應酬一下你 肯定普京就不會見他了 隨便找外長跟他對嘴 下面法國和德國會不會繼續羞辱他呢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 會關注的話題 到時 法國 你看看已經轉了態了 之前這個 馬克龍 在北京的時候說說 現在180度轉了態 抓住特尼斯基 拍攝了肩膀 然後 還說 你要甚麼我們給甚麼 初初不是的 初初也很孤寒的 現在兩個國家都改變了態度 因為看穿了你就會打敗仗了 對不對 我們會繼續跟進這個特使 到法國和德國會有甚麼遭遇 到時再跟大家詳細說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